昨天我們說到 田不宜望了望 這幾年來 一直都被自己忽視的小弟子 看著他面上那些惶恐焦急的神色 嘆了一口氣 面上的神色也終於溫和了些 好了 現在四周無人 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張小凡聽得知心裡一緊 哎呀 師父這樣問我 是不是他已經知道昨晚碧瑤來找我的事呢 老實說 現在自己和碧瑤之間 那些關係真的非常微妙 昨晚碧瑤又來到 和自己這麼親熱地蹲在一起 他更加害怕著被師父或者其他各個長輩知道 難道 他正在胡思亂想之間 田不宜已經有點不耐煩了 見他一直都不出聲 他索性自己開口說 我問你 昨天你為什麼突然間 對你大師兄發惡 還露出這麼重的殺氣 張小凡這個時候 他心裡正是十五十六 不知道應該對師父怎樣說好 哎呀 這個必要的事情真的非同小可 誰知師父問出他 他說這件事 不關必要事 哎呀 他心情這樣才放鬆 但是跟著呢 自己又不知怎樣說好 他總不能夠說 因為見到田靈兒和齊浩在一起 所以整個人失了理智瓜 更加何況 連他自己都說不清楚 改了鼓 在殺死之間 就控制了自己情緒的奇異殺氣 究竟是哪裡來的 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田靈兒等了半天 見到張小凡抹他的嘴 依然傻傻餓餓地 一句話都說不出 他忽然冷笑了 你是不是真是見到靈兒和齊浩在一起 因為那份趁抹的舉動 誰深深怨恨呢 嗯 張小凡是猜都猜不到 田靈兒居然會問出他這句話 哎呀 你一下呢 雖然不是問碧堯的事 但是同樣小的大驚失色 只覺得整個腦壞了 那個人馬上呆了 但是他私下 傾霧田靈兒對他單相思這件事 本來是他內心最深最深的秘密之一 從來都未對任何人說過 但是現在 忽然間被自己最厲害 亦都是最怕的師父冷冷地說出來 哎呀 真是比昨晚那場驚天動地的巨雷還要震動的心拍 暫時之間 他整個人呆了 幾乎連否認的力氣都沒有了 只是看著田靈兒抹大嘴 一個字都說不出 過了好一陣 張小凡才很艱難地叫了一句 師父 田靈兒一路看著他 見到這個本來被整晚的雨水淋到已經蒼白了的小徒弟 現在面上才終於有些血色 但這些血色恐怕也是被剛才自己嚇出來 嚇到他臉都紅了 跟著臉又白了 看著他蒼黃失控的神態 又紅又白的臉色 唉 他嘆了一口氣 又哼的聲 靈翻轉身 張小凡看到他這樣的舉動 就更加不知所措 都不知說什麼好 但內心深處的秘密 突然間被自己最敬畏的人釋脫 那種驚慌惶恐的感覺 又怎會這麼容易消退呢 田靈兒站在那裏 過了很久都沒有出聲 張小凡是倒下頭站在他身後 更加連氣都不敢呼吸 又過了一陣 田靈兒才慢慢說 既然這樣說 當日私下傳授太極緣清道 第三重發決比美的 應該也是靈兒了吧 張小凡聽到他心不敢又是一跳 但這次事關田靈兒 他的頭腦馬上清醒了很多 師父 這件事與師姐無關的 是我求師姐傳授給我的 田靈兒轉轉 盯著張小凡 張小凡當同不敢再說下去 他知道無論自己說什麼 這件事恐怕都是瞞過自己的師父 六七 啊 師父 你進了我門下 快要有五年了吧 是 是 當年 我收你做徒弟的時候 我都沒有看好你的資質 你能夠有今天的成就 實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張小凡聽到他心一動 他不敢有什麼表示 但內心深處 他是有一種隱隱若若的喜悅 至於 你私下竟無靈兒這件事 是師父 是我不對 是我不對 是我錯 我又說你錯嗎 張小凡聽到田靈兒這樣說 一下子就抹大了他的嘴 田靈兒這句話就真的嚇到他了 田靈兒兇一聲說 你當我是蝕古不化的老古董 你竟然這麼年輕 又不是田音子的和尚 加上自小 和令義從小玩到大 我心有點喜歡他 有什麼奇怪 難道我女兒不可愛嗎 你以為你師父已經懵得上心 好了 連這一點都想不清楚 我 雖然田靈兒說得很凶狠 但這番話說出來 張小凡不禁低頭 只覺得眼空一熱 世間上 所有探人的溫暖說話 加起來 在他心裏 恐怕都不夠師父這幾句 說起來 好聽 令他覺得溫暖 不過 田靈兒停一停 又說 唉 但現在事情已經不質量了 我都看得出 靈兒恐怕震慎喜歡那個齊豪 至於你 他一直都只當你是個弟弟 你知道嗎 是 是 師父 我往日 反對靈兒和齊豪來往 不是因為齊豪他本身 而是因為 說到這裏 田靈兒忽然停一下 走轉眉頭 拆開話題說 老實說 雖然你在道行上的修為進境 比我估計的要快得多 但比起齊豪還是撐很遠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張小凡咬嘴唇 過了一陣子才說 是 我明白的師父 嗯 田靈兒點一點頭 嘆了一口氣 走過去拍拍張小凡的肩子說 以前的事 就這樣算了 張小凡給師父 他就溫暖而寬厚的手掌一拍 當堂只覺得心頭一掩 馬上猛地點了下頭 那我們回去吧 說完之後 他就向來路走回頭 張小凡擔高頭 看著自己頭頂上面 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跟著 也跟著走出去 見到田不義和張小凡走回來 田靈兒馬上很心急 也很擔心地跑過來 老實說 這個小師弟 雖然有點傻傻的 而且有時看自己的眼神 也挺奇怪 但在田靈兒的心裏 她的確 真的把張小凡當成了自己的弟弟 她衝上去 仔細地打量張小凡 確定她沒有受到田不義的什麼虐待之後 才細細地問 小凡呀 這麼早你和爹去哪兒 張小凡見到他對著自己 滿面關似的神色 雙眼來一路看著自己 心不知為什麼 覺得痛了痛 但在面上 她勉強扮了一副笑臉出來 沒事呀 師父帶我出去走走走 教訓了我幾句說話 現在已經原諒我了 田不義走在前面 似乎聽到小徒弟的說話 呼一聲 也不見他有什麼神情 就慢慢走進去 來到洞口 妻子蘇如今站在那裡 看著他微微笑著笑 田不義疾疾疾 但也沒有說什麼 就這樣走進去 於是這場小小的風波 總算也過去了 在接下來的日子 張小凡日夜 和分別了很久的師兄聚在一起 他自小 在各位師兄的關注之下長大 現在回來 和大家住在一起 都不知道多麼親切 宋大人為人心胸廣闊 也沒有將那天的事排在心裡 再加上 蘇如後來私下也曾經隱約和他提了幾句 他明白 原來那天 張小凡忽然間對自己露出殺機 是因為田靈儀 於是他也隱約明白了 張小凡對田靈儀的感情 更加明白他現在的處境 更加痛惜這個小師弟 這次在劉波山上的正派中人 當然是以青雲門 天音子和墳香谷三大派為首 但其他規模小一點的正道門派也不少 其中有很多張小凡聽都未聽過 大家都為了正義公理 要和魔教的餘孽誓不兩立 至於在三大派之中 這次除了青雲門派了蒼蟲道人和田不以來之外 其他兩派卻沒有長老一輩的人民 所以模型之中 青雲門就做了整班正道中人的首領了 就這樣過了兩三天 張小凡在劉波山上 陸陸陸陸陸陸陸見了幾個熟人 其中當然有墳香谷的李慫燕鴻 後來又是天音子那個群人裏 看見石頭和石頭身邊 一個又矮又細乾乾枯枯的老人家 張小凡看到石頭很高興 馬上過去打一招呼 石頭見到他的神情也很興奮 说了几句话 就要介绍师父大力专者给他认识 然后转头就向那个正跟法相谈的老人家说 于师父 这个就是我和你提起的清云门的那位张师兄 老人家转头 张小凡一看到他样子当堂整个恶势 因为本来在他想象之中 石头的门派叫金刚盆 他的师父又叫大力专者 想起来应该是个威猛无比的巨人 谁知原来是眼前一个 那么矮细受伤的老人家 看上去好像一阵风都可以将他吹起 又怎样做大力专者 所以一时间都回不过神力 石头显然没有想到那么多 张兄弟快点来见语师父 好啊 好啊 张小凡就马上向那个老人行礼 那个老人看着他一眼 嗯 算了 说过这句话之后 又转头和法相继续聊天 这么说 原来你师父抱怨上人 正在闭关 现在都没出关 是吗 法相非常恭敬 是 本治之中 恩师虽然是主持 但一向以来 都是由我在旁边协助普空师叔管理组务 你一次魔教再起 普空师叔本来都要来的 但可惜 子女便事务繁忙 所以就由小曾过来 略尽绵力了 有你来的够了 不过 我来之前 本是以为 你师父抱怨上人 或者抱怨神僧两位 虽然会来 但你师父抱怨 向来都很痛恨魔教 一定会来的 怎知 法相微微叹一口气 前辈你有所不知 自从五年前 我三师叔抱字神僧 突然逝世 张小凡听到抱字这两个字 忽然间心头一跳 就在这个时候 他感觉到法相望着自己的眼光 不知是有意无意地 同时也看着他一眼 接着 又立刻转回头 继续说 普方师叔 和普智师叔的交情最好 自从那次之后 他就在字里面 静修佛经 不再外出 大力尊者呃员一声 然后吓吓一笑话 没错没错 各位神僧 当然希望自身的功德圆满 不像我这个老家伙 语乎无怨 所以整天就痛笨西跑了 前辈讲笑了 你和我们天音子有这么多渊怨 你是怎么 殷师和普空师叔都特意交代过的 来 前辈 请进去坐 大力尊者谦让了几句 就和他一起 入了天音子的山洞 石头看着他们进去 暗暗拉扯张小凡 走着两步就说 喂 你有没有看出来啊 这个年轻的和尚啊 看来 是天音子 整班和尚的大徒人啊 张小凡点了点头 这几日 他每日和这些正派中人接触 很多次都遇见过天音子的各位大师 都觉得法相虽年纪轻轻 但是这一次 在刘波山的法智辈僧人之中 显得喜悼却悦 看来 他肯定 亦都是下一代天音子的领袖人物 但是 现在他心里面 并不得闲想些东西 他始终都想着 法相刚才讲到普智的时候 突然间都望着自己一眼 那是什么意思呢 正当他想到出晒神的时候 石头忽然间又说 哼 我觉得他都不是那么厉害而已 说话都说错了 张小凡疼疼疼 什么话 你说什么呀 我以前听师傅讲过 佛门中人如果是功德圆满 得到善忠的话 应该叫完整 但是他刚才乱说什么 说普智神真是细细 一听人家觉得不舒服 这样说法 难道普智神真 他功德不圆满 也不是善忠 对吗 张兄弟 张兄弟 为什么你的面识这么难看 张小凡听着石头的这番说话 想起普智更加心乱如马 他勉强笑一笑 对石头点了点头 就回到自己青云门的所在之地了 转银至近 张小凡来到刘波山已经有成半个月 这段时间 正道中人和魔教中人依然互相对峙 上方有时在白日遇到的时候 大家就马上一起动手斗法 但是令到那些正道中人觉得奇怪的是 那些魔教中人似乎根本不想乱战 黄黄斗法斗得几个回陷 虚防一枪 马上轮转身就走了 而且往日 如果魔教中人 有些这么方辟的地方聚会 肯定是要商量一些毒计来祸害天下 所以正道人士才赶来除魔 但是现在看上来又不似 如果要跟正道中人为顶 应该马上出来决战才是 但是如果你说听到 正道中人有两个清云门中的手助人物 担着自己实力不够 应该马上退走才是 偏偏那些魔教中人 打又不打退又不退 那你想怎样呢 这座流波山的地势非常大 你说如果有人在半空中架着法宝飞行 那就很容易见到 但是你说如果要入到山林里面 去找魔教的巢院 那就真是不容易 就是这样 时间就拖了下来 正道中人都纷纷猜测 这帮魔教的余猎 究竟要在这个方辟的地方 要找什么做什么呢 张小凡这段日子 也跟着师父师兄在流波山上四处搜杀魔教中人 不过私下之中 他是有点担心 你说万一手手下撞见碧遥 那应该怎么办呢 不过说起来也奇怪 明明碧遥也来流波山这个海岛 但是自从在那个风雨之夜之后 他就再没有出现过 反而其他的魔教中人 好像年老大等等 出现得却非常频繁 看他们的样子 都不知道他在找什么 仓仓道人和田碧遥也都觉得奇怪 但是赵朱迷、法相和坟香谷的李迅燕和他们商议了一场 始终都想不明白魔教中人在那里搞什么 于是就只好大家分好方位 亦各自仔细手杀 希望能够早日找到魔教巢绝 一日大竹风门下的几个人 离开了自己住的石棍 就架起法宝 向着流波山深处的直飞而去 一路仔细搜查 希望能够找到魔教的教宗 田凌儿一马当先 虎柏珠灵 红光闪闪飞在最前面 本来思良苏语 就曾经叫宋大人要看着小师妹 不要让她乱来 但是宋大人 知道自己小师妹性情好动 这次这么难得机会出来 不像在青云山有那么多约束 所以一旦出来 就经常唱意飞唱 虽然思良担心 但是宋大人向来 连重点的说话都不敢说田凌儿一句 她又怎样看得住呢 张小凡看到田凌儿忽然加快速度 向前直飞而去 她怕田凌儿遇到什么危险 马上也吹动发宝 直飞而来 跟着她身后 偷偷地向她看过去 只见田凌儿 面露微笑 神情兴奋 穿着一身红衣 配起那条虎帕珠灵 都不知道多么好看 田凌儿见她追上来 笑了笑 这个时候江山余画 景色的美不胜修 田凌儿的心情都不知道多么好 她招了招手 将张小凡进去自己身边说 喂 小凡 记不记得当时 我们捉小飞的情景啊 记得 你想怎样啊 我们走 田凌儿伸手一握 握着张小凡的手臂 两个人的法宝 都同时向下一寒 咳嗽一声 向下一寒 折光而去 宋大人他们跟在后边 听不清他们两个人说什么 一下子措手不及 这件法宝在半空中的速度 多么快啊 转眼之间 张小凡和田凌儿两个人 向下一寒的树林一冲 宋大人他们都来不及调砖头 就向前直接冲而去 跟田凌儿张小凡他们两个 坐开了 到了他们调砖头的时候 和张小凡和田凌儿已经隔开了整段距离了 张小凡转眼之间 就跟着田凡儿来到森林里面 听到田凡儿在前面叫 小凡 快点啊 快点啊 本来呢 张小凡还想想 需要不需要等着师兄他们呢 但是看着田凡儿超丽的身影 在红光闪动之间 已经直飞进森林之中 他心里面 他这么一阵热血上涌 再也不想其他了 轻轻转眼之间 驾着烧火棍 向前直飞进去 各位,肉質後事如何,我們明天再講 最近,美國的好萊塢翻拍了一部曾經是非常經典的電影 當然,這一次就拍得不是那麼成功,叫自命拜訪 內容大約是講述 有些非常令人恐怖的外星人生物 可以在人類睡著的時候,偷偷地進入你的腦袋裏 於是,到你再睡醒的時候,你就已經被外星的生物控制 最後,便淪為他們的傀儡,成為他們指揮你的身體去殺人的工具 這個情形,擺在張小凡和燒火棍的身上,亦都其實是很相似 那支看上來這麼平凡的燒火棍,原來魔教的兩大兇物 細血豬和燒火棍,用張小凡的精血融合而成 他們本身,這具有非常之強大的殺氣 這股殺氣,會使人們變得非常之恐怖殘忍 甚至可以使得一個平時老實怕事的人,變得很喜歡恐怖殺人 成為一個細血的窮魔 不過,這些改變,不是像外星生物一樣,在人們睡覺的時候就可以完成了 人們慢慢,逐漸逐漸地侵入你的身體 慢慢地控制著你的神智 最後,使得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細血的魔鬼 現在這種變化,在張小凡身上,只是慢慢地進行 如果大家一留意故事的話,你會發現 當張小凡一再被齊浩和田寧兒的親密情景刺激的時候 他的殺氣就一次比一次來得快,而且一次比一次來得大 細血豬對張小凡的影響 正好似逼遙的父親,魔教的鬼王宗宗主,鬼王餘叉一樣 這些影響已經顯現著 ひ振手,膽怨不 melan bit 老公,中秋快到了,去郵局買玉香菸 小白,放 ngh Zackfil,cop5 中秋快到了 去邮局买玉香月 你正是